在這個除夕夜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跟家人團圓 那如果今天你可能因為工作,或者是因為某種原因 沒有辦法在你的家人身邊,記得打個電話回去 其實有一年,我唯一那一年沒有回去過新年,就是小孩生病了 我在台北照顧他 我的家人那個時候在吃年月飯的時候,他們直播給我看這樣 還蠻感動的 所以今天除夕夜,如果你沒有在你的家人身邊 或是你的愛人身邊,或是應該聚在一起的人身邊的時候 那跟他們聯繫 這一種新跟新的聯繫,是不會讓距離很遠的 感覺上還是很貼近的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了嘛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這一年裡面 你的生活過得怎麼樣啊 你有哪一些事情想做的還沒做到 或者是有哪一些驚喜 可以留言啊 可以在下面給我們知道 分享生活也是一種過生活幸福的方法 2017年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年 因為最大的事件就是我發了一張新的專輯 九種使用孤獨的正確方式 整個音樂的製作中呢 我們很棒的音樂人一起合作 像馨玲老師啊 小安老師啊 賢琪老師 小安老師是以前合作過舞台劇啦 然後如果細心一點的話 其實約定這首歌當初就是 賢琪老師幫我編曲的 然後還有我常常合作的 仲寧老師啊 黃建梅老師 張謙俊維老師 陳新年老師 不算第一次合作 因為之前很久以前 他要參加我第一次 那個爭辭的活動很久以前啊 那十幾年了 總結來說我很開心 也覺得很幸運 也覺得我剛剛好這個緣分 在2017年跟那麼多 同時跟那麼多很好的音樂人合作 包括Hush 也許我會漏掉一些 因為實在太多了 一起來完成一張很有意義的作品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是有了很多 不同不同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活動 去到每一個角落 也許有一些我已經去過的城市 那更多是我還沒有去過的城市 對我來說 每一個城市在2017年的時候呢 看到新的歌迷 舊的歌迷 都是一種收穫 總結就是2017年算是一個很完整很完美的一年 2018年主要還是我們的巡迴演唱會的開始 那我們3月的時候呢 3月18號在日本東京的Z Tokyo 有我們的第一次的演唱會 其實也期待了蠻久的 因為常常活動不管在台北也好 在任何一個城市也好 日本的歌迷出現 然後他們寫信給我告訴我說 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在日本辦演唱會 那今天終於來了 就是3月18號 當然除了日本的歌迷以外呢 全世界各地的歌迷都可以來參加我這個第一次演唱會 這是我分享的我的2017年 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對於自己的2017年的分享 還有你2018年的展望